哈喽大家好 这一块千枝的立体芦粉边 我给大家做演示 上一支是偏枝 这一支是改成千枝 这个不是双芦粉 跟双芦粉是有区别的 那么上一支偏枝 偏枝和千枝有什么区别 那么我现在演示 偏枝的那个反面好 反面好就是千枝是正面好 千枝没有反面好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做演示 那么偏枝的反面好 千枝正面好 是怎么支的 千枝没有反面好 两个下针挑下滑下不支 那么两个上针 支两针 两个上针 重复演示 滑下两针下针 支两个上针 就这个区别 实际上特别简单 而且比那个双芦粉有力气感 就是反面好就是这样 千枝和千枝就这里区别 千枝就是没有反面好 那么那个第二行是 跟偏枝是一样的 千枝和偏枝 统一一样的啊 就是一行下针 全部一号下针 第一行有点区别 其他都一样 就直接支过去 这个小修口我已经支好了 我看了看是 我看懂了 这个小修口 那个柔温做的那个花呢 就是这个下针呢 就是一行支下针 一行是挑过不支的 那么这两针上针呢 我看的是出一百针 一行上针一行下针 这样组成的这样一个花 那支出来跟那个双芦粉 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看看特别的有力吃 这个两针就是更的很厉害 这个小袖子我已经支好了 那么我演示给大家看看 带上去试试看 这是我起了五十六针啊 看看给大家看看 怎么样 好看吗 特别的饱满我觉得 不过喜欢的话 就收藏 底部拿出来支支也方便 起针的时候我是起蛋卤粉枕 然后又变上了纹 那么上了纹 然后又变这个螺纹做棒枕 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这个纸变也蛮主要的 要双边 两边都是双边 你看 这个视频就播放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